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身边之外的一些事情 没错 这就说到哪儿 尽管这几天动车的相撞的事情 他们都说了 说中国的网上 你说的挪威那个事情没有太多人议论 全都是动车相撞的事 但是尽管是这样 我觉得我们在讲了两集动车之后 还是不能遗漏挪威的血案 因为这个事情实在是让人觉得 我也不是有个奇怪的联想 当年我们对越自卫反击战 就跟越南打仗的时候 当时我们宣传一个孤胆英雄 说这孤胆英雄 这家伙就是打死了50个 一个人打死了50个越南士兵 这当时就是第一号的英雄 有这么回事 当时一点都不记得 当时在宣传叫孤胆英雄 叫什么名字我都忘了 可这个人 你看看这个照片 你看看照片 一个人造成多少条这个人命 他应该是个制服控 什么叫制服控 就是对制服有那种疯狂的喜爱 他被捕以后他要求出庭 他要求穿制服 没同意 要穿制服 而且还要公开审判 而且他自己这个照片 他自己铺上去的 他应该没有任何的军阶吧 没有 他挂的那些勋章 我估计应该是一个什么 上将之类的了 所以这个你你有没有去过北欧 我去过挪威太不能想象了 挪威我两年前刚去过 挪威是一个非常非常安静的小国家 很乡土 我在奥斯陆去的那天 正好是星期二 所有的博物馆都关门 我在奥斯陆市中心 转来转去都没地方去了 他那个市中心非常小的 那个皇宫边上就是伊布森博物馆 然后下面就几个政府大厦 也没什么名牌店 现在整个奥斯陆不像斯德格尔摩 不像这个哥本哈根 他是北欧几个城市里面最朴素的一个 才六百万人口 整个挪威海峡这么漂亮 它那个那个峡湾啊这么漂亮 整个领土很大 可是那个地方很朴实 人都跟乡下人似的 最有名的就是挪威市中心有一个公园 全部是雕塑 是一个人雕的 全部是裸体几千个男女的裸体的这个雕塑 我事先带着一个梦想是挪威是性很开放的一个国家 但是我听看到这个新闻真的太竞争 太震惊 所以就像他们有的一个微博 就有个人叫什么竹味熊猫 说723呢7月23号是一个神奇的日子 号称最安全的动车脱轨了 号称最天才的独厚艾米怀恩浩斯在家里挂了 这你知道吧 号称最稳定的挪威遇袭了 号称最牛的赖昌兴遣返了 号称最臭的国足竟然赢球了 那天是不是国足赢球 对先输了两个球 我不要给你发短信 不是中国足球走向世界新低 居然跟老挝还输了两个球 最后总算打回来了 但是挪威这个国家真是 这个我跟徐老师对于 就是我也我没有去过北欧 但是我认识不少北欧的人 他们给我的印象都特别高大 然后你跟我讲说他们好像特别朴实 但是我认识的北欧人都不是这样子 我不能说他们不朴实 但是他们都很奔放 我们具体怎么奔放 非常的奔放 跟奔放是相通的 甚至有点点狂野 就是朴实往老师那走的 奔放往狂野那走 对他刚才说很朴实 但是他的公园的正中央 放了几千个裸体的雕像 其实还是一个人雕的 是吧 这还是有点不同不谋而合的那种感觉 为什么他们虽然都很朴实 他们是非常的所谓英文叫open world 他们是非常开放的 他们可以接受任何的观念 接受任何的做法 例如一对夫妻 但是那个太太 我们出去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 那个太太真的就是可以 你看看隔壁那桌 哇来了一个巨帅的人 就是说他这样子的行为 他一点都不需要瞒着他老公 他老公也可以说 你看看隔壁那美女 绝对他可以直接去买酒给人家喝 这个法国人意大利人 美国人差不多也是 没有我反而觉得意大利人 美国人绝对不会吧 美国那老婆我跟你说看死你 而且美国我知道 我听说我的美国朋友讲美国的太太 绝对不能容许的老公这种行为 那绝对离婚 而且我觉得他们日子过得好像是 表性比较开放 这个是事实 我觉得我老嘲笑他们说 我说你们那种日子过得好像 There is no tomorrow 就没有明天了 就是把今天眼前当下这个时间 一定要过好过开心过过瘾了 及时行乐 对然后我每次都嘲笑他们说 你看你们这些都是海盗的后裔 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们很狂野的 他这次的事情我是有两点印象最深的 第一个就是说他会成为这个个人暴力时 将来会有一笔 就是说一个人杀这么多人 之前我记得有个韩国学生 在美国校园里也杀 但也没有杀到这么多人 你这个是你其实从技术上讲 都是很难的 你有这么多人他们都会逃 你怎么能够打死这么多人呢 在一个有限的时间里面 他是在一个夏令营里面 对夏令营里面 都是小孩子 他是警察 他穿了制警察 他不是警察 对他穿了警服 但是说是小孩子是13 14 15 16 他们跑得可以很快 他在水里游了 他都一个一个这样来打 这个人啊 1500页的计划 宣言书都写好的 而且有战略 这真叫有理论有战略有战术 作为他个人写1500页计划 他说我一个人要杀45,000 杀伤好像上百万还是多少 他的理论就是说挪威这种国家 有什么多元文化 很多穆斯林都来了 我们就是要把他们清除出去 他就这种理论 然后战略是声东及西 炸药炸成那个样子爆炸效率很高 他先炸一个地方 炸了之后 然后自己再到那个夏令营的那个岛上 一个一个非常精确的 这才能杀这么多人呢 你说这个人 他背后所反映的问题呢 我倒是可以理解的 北欧这些国家啊 这些年的移民啊 给他们带来的这个困扰啊 是非常明显的 我以他旁边的国家丹麦来举例子 丹麦收了很多伊斯兰的这个移民 就是说他们国家发生问题了 他们土耳其啊 还有一些中东国家的 他们就把他们全接收过来移民 但接收过来以后 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问题 第一伊斯兰 我不知道我说这个话 会不会得罪伊斯兰 我要打个招呼 因为都是当地的人跟我 而且是华人跟我介绍 因为我也不懂丹麦文对不对 他们生很多孩子 拿救济金 就是我理解 就是在一个福利社会啊 就是在当地的 我们上次讲过吗 丹麦这样的国家 他是你工作2万 不工作1万5 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但是当地的人都工作 他很耻于拿这个1万5 可是他们那边的人都无所谓啊 然后小孩又多 然后拿的又多 然后呢 还恨当地的文化 就他怎么着 他不融入的 他们坚持就是自己的宗教 所以呢 丹麦也好 荷兰也好 他也讲了荷兰的问题吧 就是所有这些 尤其是北欧方面的这些国家 他们对他们的移民政策 就感到很困扰 这个是一个非常 所以为什么他这个行动本身非常荒谬 但是他这个主张 却有这么大的社会影响 包括欧洲的右翼党 现在在每个国家都很活跃 都有10%到20%的 理论上都很可怕 都是像希特勒一样 排斥全体移民的这样的一些主张 这在美国就完全政治不正确 完全不可能接受 但在欧洲 他的确有这样的社会现象 而且你知道 我就说说说说说起来 特别的巧 我为什么这个新闻一传出来 我就明白了 因为这个新闻传到我耳朵 那天上午啊 正有一个从美国回来的朋友 他去过北欧 他就跟我讲这个问题 他说现在北欧啊 这个很麻烦 所以我觉得怎么这么寸呢 他跟我讲 他说一般的主流的意识形态 还是说多元文化 所以咱们应该宽容 所以不管你是什么穆斯林 不管你是什么 你都来 可是我这位朋友他讲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说 他是有宗教偏见的 他谈到一个什么问题 他说可是他们生的多 生的多了以后 欧洲人又不生孩子 所以慢慢的 他就说你想到没有 可能在多少年之后 这个国家呀 穆斯林的人数 可能都超过你本国的这个人数 那么你看说到这儿 他就有点宗教上的偏见了 咱们就说 他说那他穆斯林 他是讲究纯洁的 甚至是他是要搞那种圣战的 你看这里面可能有他个人的偏见 他说他有误解了 但是他就说 他说你看当地的白人 他说实际上表面说好像要快要干嘛 实际心里也怕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广美虽然没去过挪威 但是欧洲那是咱们共同喜爱的地方 我发现就是我的朋友 你的故乡 没有人说欧洲不好的呀 甚至特别是中国人 当然我觉得欧洲是一个适合度假跟旅游的地方 你说你要常年住在那里 我估计你知道阿斯陆住三个月 你估计就疯了 怎么讲 因为像我去瑞士 瑞士已经算是一个非常发达 而且忙碌有很多现代化设备的地方 就去到那里你就觉得你自己特别的格格不入 没有7-11 就是你没有什么便利商店 然后五点钟之前呢 路上是没有人的 我说你们人呢 他说都去工 晚上五点 傍晚五点 我说你们人呢 他说大家都去工作了呀 怎么会在路上游荡呢 我说哦 那我想说那五点之后 应该就会有很多下班的人潮 不是我说那现在六点多人呢 都回家过家庭生活去了 我看过他们的城市五六点钟的时候 街上到处都是人 然后吃完饭到八点钟街上就没人了 全都回家了 而且你知道你刚才讲朴实啊 讲这个好啊 我不知道光美你见过世界上的好人 都是什么样啊 你不就是好人吗 行勉强 但是你说这个事出了之后 我发现很多人在微博里缅怀 说的这个瑞典呢 就跟个雷锋之国一样 你知道吗 他说哎呀就是我骑个自行车 啪气摔了一下 顿时我就看见从几个不同方向向我跑来 不是歹徒啊 都是来救他的 而且还要问他要不要上医院 就是一般都是这种缅怀 我也听过你看啊 这个我听过我美国朋友讲 他说美国有的地方 比中国不安全太多了 嗯那可真是抢啊 甚至就说小孩黑黑人的 当然咱不是其实黑人抢什么人都有啊 就说小孩 他说这样拿着枪顶着你啊 拿来啊拿拿钱包来 说为什么他们说 在美国有个地方叫麦阿密吗 电影说麦阿密犯罪之都吗 说你出去不要一点钱都不带 是 怎么讲你说说 哥哥也我哥哥以前在芝加哥住了几年 也是这么跟我讲 他说你出门口袋里 一定要放五块十块美金 你一定要让他们达成他们的目的 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 不然你就没命 这是这是我在芝加哥大学 待过一年嘛 芝加哥大学就在南部黑人区 在那里我感受最深 这个世界上有两个矛盾是解不开的 一个就是穷跟富 但中国你看古代到现在今天 将来我不知道怎么办 这个穷跟富是解不开的 另外一个就是民主之间 你在美国发展的这么好的一个国度 你到芝加哥去看 你出了城市中心到南部去看 这个所谓二十街二十五街以后 一直到芝加哥大学六十街这一段 黑人区你就看街上 那些人就蹲在街上 就不知道他们崇拜的是打篮球跟唱歌 很多人就是不读书 那你怎么来解释呢 我去过黑人区买家居啊 那不是说一句正正 大分歧了 说一句不正确的话 你进去一股味道 真的是一股味道 非常非常厉害 那我们有什么理由种族歧视啊 我们本身也被人歧视嘛 所以我们也是反白人嘛 但是你的确会发现 欧洲的情况就不像 美国他是把他作为一个 立国的根基来处理 就是他把黑人啊 他的整个国策里面 就是要把黑人作为他自己人 他不承认有一个另外的民族 所以他以这点来 他的火药桶也是在这里 但他的成功也在这里 但这个在欧洲就麻烦了 最理想的是英国 英国他欺收了很 比方说伦敦你知道啊 大量的外来人口 印度人在伦敦不得了 对不对 可是其他国家的问题就来了 你去德国土耳其人 最好的地方 那个国会大厦前面的大草地上 到星期天 就像香港星期天的费用集中 全部是土耳其打工的人 他们平常很辛苦 到这一天 全部在草地上烧烤 那德国人呢 那些草地是很喜欢的 像花园一样的草地 被他们烧烤过以后呢 就有朋友带过去 那你怎么办呢 就是这样 瑞士呢 中东人 但是呢相对来说 我最近怎么又听说 好像什么意大利威胁法国 说你们要怎么着 我们就把利比亚难民放到 你们法国去 所以有这 不是看来这个在任何国家 都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北欧的情况又更加特别 因为他天气冷 他们那个环境是很差的 他们到了冬天呢 早上10点钟出太阳 下午2点半就没太阳了 夏天呢半夜11点钟 天还是亮的 我都发疯啊 睡不着就半夜11点钟 天还是亮的 你知道这个 他们那个自然环境 其实是非常非常差的一个地方 但是他们自己呢 把它弄得很好 但是我看他们描述的 这个地方的人呢 那都是好人呢 就是好的啊 简直是好的 没法 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最可怕的 脸上写的好像都是好人 但是事实上 这些最大的坏事 都是这些 看起来貌似好人的人 就是像这个人 你去研究他的背景 你完全找不到他犯罪的动机 他甚至于在他的宗教上面 在他工作上面 家庭背景都看不出他要犯罪 我要举一个例子 最近呢 我的一个朋友的那个家里的佣人被警察抓了 哦 谋杀罪 佣人谋杀啊 谋杀谁啊 谋杀一个不认识的那种歌厅的小姐 你说在北京还是在香港 北京 而且这个人还是 是中国人 就在北京 对 就是家里的人 推荐到家里面去工作的一个人 就是外表特别老实 工作特别勤奋 特别的吃苦耐劳 就是什么就是 你完全就是你这个人 你就是每天想着要给他加薪 要给他加薪 就要对他特别的好 等到警察找到家里面 逮捕他的时候 你都不可以相信 警察说的是事实 但他自己全部认罪 全部招了 所以我就觉得 我觉得这些所谓的危机啊 真的是 你永远不知道他在哪里要发生 您刚才讲的黑人区 你自己都知道 你出去旅游的时候 你要避免去一些危险的地方 你在奥斯陆就没有这样的地方啊 你看上去一片和平 除了那个公园 但是这件事情 最不可思议的还有一条 你们拉登杀人吧 他还有个逻切 他的逻切是 你们美国人欺负我们 这个这个巴勒斯坦 对不对 你们支持以色列人 欺负我们巴勒斯坦 欺负我们阿拉伯世界 因为你们的总统使用的军力 是你们民选的 所以你们全部美国人都有罪 甚至异族的人在那个大厦里边 也是帮美国的 所以我杀你们 你看 拉登是 可是这一位呢 杀的全是他自己同胞 杀的全是 他的理论是反异族 反伊斯兰 可是他杀的全是白人的小孩 你说这算是什么回事呢 这个 但是他自个儿也是有他的主意的 对他的主意 我反生离 我反离 可是我杀苹果 他其实有一张名单的 他有名单 他的名单都是一些政要 其实他这次去 是要杀他们的前首相的 但因为人家演讲完了 先走了 所以他没杀成 他就把那些小孩都杀了 那个连法国总统 都是他名单里面的 一个人选之一 他说公主的弟弟被他杀掉了 所以你就还有个什么解释呢 就是精神有毛病 现在也是他律师也是说 这个人是不是精神有毛病 但是公诉这一方就是说 要反人类罪 这就绝对是反人类罪了 但是人家说了 挪威这不是二岁高21年吗 刑期没有死刑 现在就是说 要为了他特别的 有人说修改法律 判多少年呢 30年 但是30年 我跟你说 60岁放出来 30年他的居住环境 照我看比一份中国人都强 挪威的监狱也是举世闻名的 个人担家 个人担着有床 有电视 有冰箱 他就在这个里面 而且服刑满7年之后 还可以放周末假 周末假式 就每个周末可以出去玩 再放得到那岛上下链影去 赖苍兴肯定后悔 当初没逃到挪威去 江江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觉得天下乌鸦看来是一般黑 这个人性的 我不是说什么 我说人性的罪恶 什么角落到最终也难以避免 因为他们说好人成堆的地方 世界上好像有这么一些角落 就像我刚才讲 美国很多地方是很可怕 但是你知道同样在美国 比如说有一些小镇 这个人你就好到一个什么程度 路不时宜都不要说了 就是开这个工艺品店的 开着门经常主人不在 主人不在就是这个商品上 就标着价钱 去的人你要喜欢拿东西走 你把钱放下 他就这样可以一天都不在 不过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人真的会放下钱 因为这时候你把东西拿走了 你这个贪这5块10块钱 你不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所以要人有一个基本两者 就算在别的地方 他可能跟人争盆打架 但在这种时候 你说人会不会被环境所改造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 会 你感觉深深有体会的吗 真的会 其实今天我在路上的时候 看到那个陈诚 一个上海的主持人陈诚 他的微博 他里面写了一段 我就很有感悟 他说他每天回家 老会把一些值钱的一些手势 或者是什么钱丢在饭桌上面 他从来不数 阿姨保姆来了 他也都不会去点什么 他父亲就一直跟他说 你不可以这样子做 因为没有人生下来 天生就是流着道德的血液 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生着罪恶的双手 只是看你面对的选择是什么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太棒了 真的是这样子 因为当你 就是说你身怀巨款 你三斤代淫的出去 你对那些人就是一种 那些罪犯就是一种引诱 他原本不是打他出来打劫的 他看到你这个样子 光美你这观点 胸口扣子太低 但是光美你这观点 我还有一笔 会有一个组织攻击你的 你说有人说 女人穿超短裙上街 你就是给强奸犯机会 这不很多女权组织还要攻击吗 韩国的妇女就穿着什么三点式上街 说这是我们女人的权利 但是你说你说你是会看到一个 那个虎背熊要把自己包得紧紧的 妇女会有想法 还是看到一个穿迷你裙的女孩会有想法 你没有办法改变 当然这是一个犯罪的行为 没有错 但是我真的就觉得 你不要给她这样的选择 你不要给她这样的机会 你的意思就不能穿超短裙 不是不能穿美女自持啊 美女自己的防身之道 你必须在在你合适的地方你可以穿 合适的地方你可以穿 但你不能说你一穿 人家就有权力可以去强暴你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 我不能看 没错就是 但是你全组织就就就说了 我就是